各位朋友大家好,在幾個小時之前 香港的特首林鄭月娥和香港行政會議 公佈了一個新的法律叫做禁止蒙面法 這個法律的主要內容就是禁止香港市民 在一些公司場合,尤其是遊行集會的這個場合 佩戴可以遮蓋面部特徵的一些器具 比如說面具呀口罩,那這個法律不僅僅是適用於那些 警方不批准的他們所謂的非法的遊行集會 而且也適用於警方所批准的合法的遊行集會 在任何遊行集會的場合都不准戴面具不准戴口罩 甚至是在一些其他的非遊行集會的場合 比如說像在學校、像在公司、像在商場 這樣的一些公眾場合也不能夠佩戴面具或者口罩 甚至是在一些私人的聚會的場合 比如說超過500人的私人聚會 你都不能夠戴面具和口罩 所以今後香港不可能有大型的面具舞會了 那這條法律一出來就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強烈的反彈 香港市民強烈的反彈 很快在中環地區就有超過1萬人的遊行集會 抗議這條法律 這條法律是正式實施的時間是10月5號凌晨12點 所以還沒有正式實施的時候就已經有人站出來抗議了 參加抗議的每個人都戴著口罩、都戴著面具 而且很多人從圖片上看都是在香港中環地區金融區上班的 那些白領精英階層 很多人還穿著西裝、打著領帶、提著公文包 所以以前的戴面具、戴口罩的大多數是勇武派的青年 是那些青年學生 中產階級都是合理非派的、是不戴口罩的 那麼這一次香港特區政府和行政會公佈了這個法律之後 甚至是讓那些中產階級的白領人士、精英人士 都參與了勇武派的這個隊伍 讓他們都戴上了口罩 讓勇武派的隊伍更加的擴大了民意的反彈非常的強大 當然了香港的親共的建制派 那現在是一字擁戴、歡呼雀躍 而且香港特區政府背後的那個支持他們 支持他們的中共也支持中共的他們的喉舌媒體 發表文章來支持這個法律 比如說環球時報很快就發表了社論 他的這個社論他的邏輯非常的可笑、非常的荒謬 那他說什麼呢? 他說你們這個反送中陣營的人士不是羨慕 不是向往西方的民主制度嗎? 在西方實行民主制度那些國家 他們可是也有反蒙面法的 比如說在美國的有一些州 比如說在法國、比如說在加拿大 他們都是有禁止蒙面法的 那麼環球時報就說了 那我們在香港搞這個禁止蒙面法 你們為什麼要反對呢? 你們這不是雙重標準嗎? 這個邏輯非常的荒謬 荒謬在哪裡呢?我來給大家講一講 在西方民主國家那些制定禁止蒙面法的那些民主國家 他們的總統、他們的行政首腦都是由老百姓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所以說他天然的就具有民意代表性 他們所公布的法律往往也是代表了大多數民眾的意願 香港的特首是民眾選出來的嗎?是真樸選出來的嗎?不是 他是由一個八百人的小圈子選出來的 而這八百人又是由北京政府那個極權政治中心 他們所清點的一匹馬屁精、一匹硬生蟲 組成的這麼一個小圈子 他們所選出來的特首難道有民意代表性嗎? 所以香港特區政府它本身就沒有合法性 它本身就不是一個民主政權 你怎麼能把他們的行為和民主國家的那些 由民意基礎的那個政治權利能夠相提並論呢? 所以說這是第一點非常可笑 那第二點就是西方民主國家那些總統或者是行政長官 他們如果是制定的這個法律不合乎民意 那這種情況也有可能發生,也會發生,那怎麼辦呢? 那西方民主國家有眾多的方法來制約他們 比如說立法機構它可以彈劾總統 當總統公佈的法律不符合憲法 那不符合大多數人的民意的時候 那立法機關可以否決它的法律 同時司法機關它有獨立的司法的裁判權、審核權 如果這個法律違反了憲法的精神,違反了這個法律的原則 它也可以宣佈這個法律無效 所以說它是受到眾多的制約的香港特區政府 香港這個特區首腦,它能夠受到這樣的制約嗎?不可能 因為香港的立法會它不是由老百姓普選出來的 其中有很多人都是由北京政府清點的,是他們的爪牙 他們和行政首腦那是穿一條褲子的,完全是硬生蟲 它起不到監督的作用,起不到制約的作用 更不會制裁那個違法的行政首腦 更不會撤銷那些違反法律精神的這樣的法律 違反正義原則的這樣的法律 所以怎麼能和西方國家的這個禁止蒙面法相比呢? 更何況西方國家在警察執行這個法律的時候 在執法的時候,它是完全的公開的 他們是佩戴警號的,他們是不戴面具的 他們是接受公眾的監督,接受媒體的監督 也接受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的監督的 他們如果違反了警方使用暴力的這個原則 過度的使用武力,那他們是會受到全社會的譴責 會受到法律的制裁的香港的警察 在過去這幾個月做出了這麼多 過度使用暴力的這種行為,受到了制裁嘛 反覆的他們都受到了這個政權的包庇 所以說怎麼能和西方國家相比 而且香港的警察他本身就是佩戴面具的 在很多場合都是佩戴面具的 佩戴面具了之後,為什麼呢? 就是要他們過度使用暴力的時候 不受到公眾的譴責,不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說香港老百姓是不得已而為之 不得已而佩戴面具遮蓋面部特徵 他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到警察的 這個過度使用武力的時候受到他們的攻擊 所以說才採取這樣的辦法 那怎麼能和西方國家的那些暴徒 那些反社會的暴徒相比呢? 所以這完全是兩碼事 環球時報的這個邏輯是根本不成立的 這就好像是你一個強盜 你看見法官有權利判人家死刑 你就說我也可以殺人,我殺人是有合理的 你們譴責我殺人就是雙重標準 這不是很可笑嗎?香港的禁止蒙面法 實際上就是這樣的一個性質 香港特區政府它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強盜 它的權力來源不是老百姓同意的授權的 它是搶過來的,所以說它是政治強盜 它也是政治強姦犯 它在執行這個權力的時候,使用權力的時候 它並不是說爭得民眾的同意 並不是得到民意的支持 而是違反民意,而是強姦民意 這個禁止蒙面法在香港就是一個強姦民意的一個工具 香港特區政府就是政治強姦犯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香港人站出來反對 那是絕對正義的,是值得支持的 那這個法律制定出來它的意圖就是要阻嚇 香港的反送中陣營的他們的抗爭活動 尤其是要阻嚇香港勇武派青年繼續走上街頭進行抗爭 他們能不能達到這個效果呢?一定不會 而且一定是適得其反 因為香港它有一個公民抗命的傳統 從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 這個公民抗命的觀念就已經深入人心了 實際上在這次反送中運動當中 絕大部分的這些公民行動實際上它都是公民抗命行動 什麼是公民抗命呢?就是當公民知道你這個法律 它本身是非正義的,是不合乎法律的原則的時候 他們就有理由有權利也有義務站出來抵抗這個法律 即使是違反法律在所不惜,即使是坐牢也在所不惜 過去這兩三個月很多場遊行示威,很多種抗議活動 它實際上都是公民抗命的行動 它就是不合法的,不合乎你香港政府所制定的這些惡法的 但是不合乎你怎麼樣,我就是做了你怎麼樣 那過去有這麼多的公民抗命行動 你現在又出來了一條新的惡法 那這些公民抗命的行動它照樣會持續下去 而且你每多次另一條惡法,公民抗命的行動的規模 它的強度就會增加一分 所以說再靠新的惡法鎮壓公民的抗命行動 這是完全沒有效的 只會刺激到這個公民抗命行動規模進一步的擴大 那過去勇武派青年全部加起來可能有幾萬人 今後這個禁止蒙面法出來了之後 那麼抗命的這些人那就更多了 今後每一次遊行我相信一定會絕大多數人 甚至是所有的人都會戴上面具、戴上口罩 都會變成勇武派青年的那個模樣 都會加入這個勇武派的這個陣營 所以說抗爭的烈度一定會增加 那你最後這個法律就形同虛設了 你能夠抓得了幾十萬人上百萬人嗎? 你有那麼多警力去抓他們嗎? 你有那麼多法官去審判他們嗎? 你有那麼大的監獄去關押那些人嗎? 當你這個法律沒有辦法執行的時候 你是不是徹底的失敗了呢? 當你這個法律起不到阻嚇作用的時候 只會讓反抗陣營規模更加的龐大 反抗更加激烈的時候 你這個法律是不是最後就失敗了呢? 而且這個法律一出來 反對派一定會有新的應對的措施 我來給大家預測一下會有哪些措施 第一個就是反對派裡面的勇武派他們的規模會更加的大 因為現在他們需要保護的人更多了 勇武派他並不是說他用暴力用武力去主動的去打擊香港的警察 或者是香港的其他的部門的執法人員 他們的本意是要用他們的勇武精神去保護那些抗爭者 那麼現在所有的抗爭者都面臨著更大的危險 這個時候勇武派他們的隊伍就會擴大 他們執行的保護任務的行動就會更加的激烈 所以第二個是他們的組織也會更加的完善 在過去勇武派青年雖然是有組織的 但是從街頭的這些錄像這些圖片看起來 他們的組織並不是說非常的嚴密 並沒有真正的在街頭形成方正形成非常有序的隊伍 大家還是靠自覺自願來執行這個任務的 那麼這個盟禁止蒙面法一出來 可能香港今後的勇武派他們的組織會更加的完善 我們在2014年的烏克蘭革命當中所看見的那些場景 那些反抗者尤其是年輕反抗者他們組織起來保護人群 組織起盾牌方正他們拿起能夠和警察的武力相抗衡的那些器具 今後在香港街頭我們也會看得到勇武派的他們的武力會升級 當然了都是低烈度的武力都是保護性的防禦性的武力 但是會非常的有效,香港的警察現在雖然說有三萬人 但是有相當大一部分是文職的 還有相當大一部分他要執行那些刑事方面的任務 還要執行一些其他的公務 所以說真正的能派到街頭去鎮壓勇武派的 只有一萬人左右,一萬人分散在香港各個區 所以每次執行任務的時候大家看見少則只有幾十個人 多的也只是幾百個人,那麼面對這樣的警察的隊伍的時候 勇武派的青年只要改變一下策略 而且我相信這個策略一定會改變 那麼他們的武力就完全會超過在當時當地的警察的武力 香港的勇武派青年只要有1000人 1000多人、2000人在一個場合他就可以完全壓制住香港警察的暴力 而且他們還會用更多的器具,比如說盾牌 現在在香港街頭已經出現了簡易的盾牌 那麼今後這個盾牌他們製作的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有效,而且製作的會越來越多 當你遊行的人整個前面的幾排都是一個盾牌方正的時候 那麼警察的催裂彈、警察的布袋彈、警察的橡皮彈、海綿彈 現在都不會起作用了,那麼這個時候啊 警察他們的武力就會打打折扣 就會得到有效的抵禦 民主運動、香港反送中運動力量就會增強 香港就會變成下一個烏克蘭 香港就真正的顏色革命就全面的展開了 那本來香港反送中運動,實際上如果是香港特區政府 以及北京的政權,他們如果應對得當的 早就應當平息了,在6月初就應當平息了 當6月9號100萬人走上街頭的時候就應當平息了 那最遲也是在6月12號200萬人走上街頭的時候 就應當平息了,那個時候撤銷,宣布撤銷送中條例 整個運動就沒有了,那個時候反送中陣營只提出了一個訴求 就是撤銷送中條例 現在因為警察的暴力,因為警察過度使用武力 造成了這麼多的傷害,所以說已經上升到五大訴求 現在雙方已經都沒有退路了 這就是主要的責任在於中共,在於香港特區政府 如果是中共有當年2003年胡錦濤執政的時候的那種靈活性 當50萬人走上街頭的時候,他就撤銷了對23條的立法 那麼後面反送中運動就不會如此龐大的規模 不會有如此激烈的程度 主要的責任在於中共,在於林鄭月娥 那麼現在他們又提升了這個鎮壓的力度 香港反送中陣營沒有其他的選擇 只有提升抵抗的力度,只有提升抗爭的力度 那麼最後一定是一個零和政治博弈 最後誰輸誰贏,結局看得見一定是香港老百姓 一定是香港市民贏,因為他們得到了全世界的支持 因為他們是站在正義的一方 因為時間總是站在正義的一方 最後一定是他們贏 而且他們現在已經找到了所有的各種各樣的方法 一直能夠把抗爭堅持下去,堅持下去就一定會贏 那香港特區政府林鄭月娥以及他們背後的中共 那當然也會有更多的措施出台 那還有一點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香港特首和行政會議 這一次頒布這個禁止蒙面法 它的法理依據是來源於法律權利 是來源於緊急法的授權 那這個緊急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緊急法授權特區政府之後 他們還會有其他的哪一些後續手段呢? 以及香港的反對派會怎麼樣應對呢? 那我們下一個節目當中我來跟大家一起探討 好,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次再見,謝謝!